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11月在北京举行 加拿大总理哈珀已经确定不会出席 而是要参加在沃泰华举办的老兵节活动 这是加拿大总理第一次缺席APEC会议 加拿大对中国人权议题从不另于给予支持 缺席北京APEC也留给各界界都空间 11月10号到11号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 将在北京举行 11月27号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宣布总理取消行程 APEC期间 哈珀将在沃泰华参加老兵节活动 虽然总理办公室没有给出理由 但是近日在与全世界受迫害宗教团体见面会上 加拿大移民部长回答法轮功学员提问时表示 现今两名加拿大人仍然被关押在中国 而且法轮功学员为信仰仍然遭受迫害 这些都正在影响着加拿大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se that illustrates our frustration in speaking to China about these issues as clearly as the Garrett case these two Canadian born individuals who are now under arrest who are facing the same kind of harches that many of you can face for the sake of your religion for the sake of your belief they as your stories will continue to galvanize our policy 移民部长表示 加拿大将继续为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民主团体 以及法轮功学员呼吁 他表示即使有经济上的合作 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建立在基本价值观之上 新台人记者周立民 涡塌华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周立民